我们在外面,我们在外面 嘿,大家好,我是游风 那今天呢,是2月3号 在日本呢,这一天被叫做 節分 也就是历春夏秋冬的前一天 那关于节分这个节日呢 日本一直都有流传一个习俗 在这一天要进行 也就是撒豆子 关于这个撒豆子的由来呢 一种说法是这样的 在节气交替的期间呢 会出现邪气 也就是传说中的鬼 通过撒豆子的这一种形式呢 可以将这些出现的鬼驱赶走 同时祈祷自己这一年无病无灾 至于为什么这一天要选择扔豆子呢 一种说法是因为大豆 它作为五谷中的一种 寄宿着谷物身灵 仅次于大米 被用作与神灵相关的祭祀仪式 因为大豆 它比起米粒会更大一些 所以更适合用来驱逐恶灵 另外一种说法呢 是用豆子来投中鬼的眼睛 从而可以把鬼消除掉 那在这里呢 鬼的眼睛日语发音叫做 马の目 它也可以简称为 而马妹呢 它又与我们这个大豆的发音是相同的 那另外呢 消除魔鬼的这个发音呢 日语叫做 馬妹 同样与我们这个大豆的发音是相同的 那在这里呢 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 是我们在撒豆子时 所用的这种豆子 一定要炒熟的豆子 那如果是没有炒熟的豆子 我们再撒出去以后 它很有可能会发芽 那一旦发芽呢 就会有一种邪恶诞生的征兆 所以说特别的不吉利 在这里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同样呢 在这里这个 这个炒熟的日语 它的单词呢 叫做 イル 那与它相同的呢 投掷出去的这个日语单词 同样也是イル 那在这里 我们把之前解释的这个 相联系起来呢 就是我们对这个鬼怪的眼睛 然后将豆子投出去 打中它 然后从而将鬼怪消灭掉 那在撒豆子的同时呢 我们要说一句 オニワソト フクワウチ 也就是鬼在外 浮在内的意思 OK 那之前呢 幼夫人已经准备好了 这么一袋豆子 那这个豆子呢 日语叫做 フクマメ 我们把这个豆子撒出去 一开始 オニワソト 那在这里呢 一般要按照与自己年龄相同的数量 来吃洒出去的豆子 另外也有吃下自己年龄数加一的豆子 来保佑自己身体健康 不感冒的这种说法 那我们先来剪一下豆子 好的 那幽峰呢 现在已经把扔出去的豆子 按自己年龄数加一 然后剪起来了 那我们把它一口气吃下 终于我是在积口水的帮助下 把它成功的吃了下去 不得不说这个豆子还真的是非常的干的 那希望大家在看完这期视频以后呢 能够了解到一些日本文化 那么以上呢 就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日本的有趣信息呢 不妨关注我的频道 另外 如果感谢你的朋友 我还来看一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